you want something nasty hello大家好 我是sloppy blowjob sea whale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看看 鸭老的小号是一个什么水平 那我可以上这个号的最主要原因 是因为巅峰赛我自己的号打不了 被锁在mx了 所以管理层分给我这个鸭老小号来打巅峰赛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就大概来看一下 鸭老这个小号的武将啊装备啊皮肤等等 有些什么 那么先来看看数据 那其实这个数据基本上已经是 大老级别的大号的数据了 非常夸张 根本看不出是一个小号 甚至是比我的号还要强 不管是击杀还是阵王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装备 也就是装备天花板 万国铁匠铺的小号 这边骑兵大概是有个两套 然后步兵的话 有个一套半 看样子 工兵也有个一套半 手势的话 三个戒指 两个匕首 两个战股 那么我大概数了一下 就是有25件金砖 那么比我自己的号还要多 但它只是个小号 那么之后再来看看哪些武将穿什么装备 也可以大概看一下压楼小号有哪些武将 八金砖 金闪闪 是个小号 然后关羽的话 基本上也是快全砖了 是一个4加2 然后两个战股的话 刚刚看到两个战股 都是给那个图拉针跟关羽的 那么配装思路跟他大号一样的 就是先手大的武将 是需要这个装备来提速的 然后骑兵两套装备 分别穿在了司机跟项羽身上 那么项羽这边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 四件套加两散件 然后差个可汗头是专属 75了已经 这个进度甚至已经比我大号还要快 然后司机的配装就是走一个性价比路线了 这边也是四件套 然后裤子是一个金砖 然后武器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子砖 然后第二对弓的话 就是选用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搭法 紫金混搭 那么这种搭法在我之前的装备视频里面 也是有所推荐过的 就是紫金混搭是一个平民过渡的最佳路线 因为他的性价比和属性都不错 其实 然后可以注意到他就是小号有些武将是没有觉醒的 比方说这个项羽 然后图拉针 然后威廉 这几个都是没有觉醒的 那么可见在镜头比较缺的情况下 有些武将是觉醒不了的 即便是就是大佬的号也是如此 但是这个卡技能的顺序 基本上就是我之前攻略里面所说的 比方说这个像这个威廉从5551开始卡 他这个4技能现在卡到4了 那么也快觉醒了 赚了很多 然后图拉针的话是5551 也是和攻略里面所说的一样 那么项羽的话就5535 也是卡的不错 并且这几个都是转盘武将 那么慢慢赚的话之后是能觉醒的 那么图拉针这个5551卡着 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 在你们输出队伍没有搞满之前 先不要去想这个辅助的问题 那么辅助等你所有输出练完了 再去考虑一个觉醒 或者是提升装备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压老这个小号的队列 编了哪些队伍 这边的话是选用性价比比较高的 关羽大帝 然后黑妹SM 尼布里狗 那么可以看得出这个号是比较注重 那个应该是主攻负奇的 就像之前他专访的思路也是 他说是主攻负奇是这个 玩游戏的一个思路 可见他自己这个小号也是履行了这个思路的 然后4号跟5号就是最新的两队骑兵 那个项羽炮王和司机威廉 然后后面应该是 一些工具人的选项 那么可以注意到压老小号是有 女骑跟迪奥觉醒的 那么这个小号的主要思路呢 就是打仗的时候压老师肯定是百分百 用自己大号在玩的 而且在线时间是非常的长 基本上24小时全在 然后语音也全在 那么这个小号他有时候自己会开 然后帮自己大号刷buff 或者是由名将小莫来开 那么所以在武将选择上呢 他不会说就是把这个小号也大量投入在野战武将上 因为他不可能就是说 一个人玩两个号然后都去打野 那么可见这个号呢 就是分担了一部分的住房责任 因为他黑妹SM和女骑迪奥都是觉醒的 那么住房武将相对来说是比较稍微轻松一点 就是你把住房挂在那边 然后过几分钟再来看也可以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号有哪些皮肤 这是上届颠峰赛的一个骑兵生命加10 这是这届联赛的一个训练加3 然后这个是上上届登高的一个防御力加8 以及最新的一个骑兵攻击力加15 并且他还没有去使用他 可见大佬拿到皮肤都是一种不在乎的态度 就拿个没拿都无所谓 最后体外话 这次巅峰赛的我们攻略组是对我比较信任 武将天赋是由我全权负责 那么我在岩交的途中又有了一些新的收获吧 所以说这次巅峰赛如果能顺利结束 并且得到管理层允许的话 我会在4月15号巅峰赛结束之后 再出一个新的天赋讲解视频 希望一切顺利吧 那如果不顺利就由我背锅吧 直接记